我们看到呢 土耳其此次的跨境打击行动 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要解决自己对于库尔德武装所带来的这种安全压力的关切 而土耳其希望呢 在土须边界建立安全区 使库尔德武装能够尽量地远离土须边界 近日呢 阻止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与土耳其境内的库工党相互勾连 而从当前呢 安全区的建设来看呢 已经部分地符合了土耳其的预期 但是呢 土耳其方面呢 仍然希望尽善尽美 或者是进一步地推动行动 来尽可能大的维护既得的意义 以及进一步推动自己的政策目标 而对于美国和俄罗斯方面的抱怨呢 两个大国呢 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应对 在土耳其与俄罗斯进行的沟通的过程中 会看到呢 当前两者之间的政策走向 还是有相向而行的态势的 尤其是在10月22日 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 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成为了双方之间合作的重点 当前呢 俄罗斯方面呢 已经宣称 首先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中的重要的目标 也就是使库尔德武装撤出安全区 但是呢 土耳其呢 仍然对俄罗斯提出了一些质疑 认为俄方的说法呢 并不是事实 所以下一阶段呢 一方面 俄罗斯会以共同巡逻的方式来确保土方的关切 另外呢 也希望通过政治进程 推动土耳其和叙利亚政府 以及土耳其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之间的和解 进而呢 稳定当前叙利亚局势的总体的发展 而对于美国来说呢 美国非常清楚的是 对土耳其的跨境打击 开绿灯 并没有离间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而此后呢 美方政策上的摇摆 又进一步的激怒了土耳其 所以当前呢 美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库尔德武装 和土耳其之间进行选边战队 美国呢 既然要在叙利亚境内保持影响力 那就不得不依赖库尔德武装 但此时呢 又会与土耳其发生这种正面的相撞 所以美国当前呢 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态势 进退两难 土耳其信誉阶段呢 会与美方进行沟通 希望美国真正意识到 在中东的棋局上 土耳其是美国不能够忽视 不能够得罪的重要的力量